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下午我来到Pizza Hark 喝下午茶 我选了这个位置坐下 这个餐牌里大家去看看 看看有什么食物和价钱是怎样 你会看到好像这个是千岛海鲜 普通批是159元 这些是Pizza 这个二重咒 价钱是168元 普通批是208元 除了Pizza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 例如前菜 前菜方面大家会看到 价钱也算相当合理 例如鸡翼意识迷你腸是70元 金牌葡萄焗蔬菜是53元 你会看到前面第一 酥脆蝴蝶蝦三继拼盘 有95元 前菜之外 我们又看看 他有其他的 即是说是食谱的 例如 这个是香烤猪手拌薯蓉 是218元 你会看到这个是很漂亮的 卖上是吗 这个是星级烧猪仔骨拼翠薯角 星级酱 烤猪仔骨拼翠薯角 全份是218元 接着我们又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食物 在意粉方面 如何 意粉方面 你会看到 好像这个 相当漂亮 这个是 这个是 焗肉酱意粉 就是79元 至于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 就是 香蒜大虾炒意粉 是95元 至于这个 这个就是 香蒜白酒 蜆肉 欢条面 这个价钱 也是95元 看完意粉 接着我看看 他也有饭吃 例如 珍珠带子焗饭 这个是83元 这个就是 芝士焗薯粒鸡黄饭 价钱方面 就是79元 一点都不算太贵 还有 大家会看到 这个就是 西班牙海鲜炒饭 99元 这个稍微贵少少 但是整体来说 价钱也是相当之大众化 接着 饮品方面 大家会看到 有很多 特色的饮品 除了咖啡 奶茶之外 还有 这个 意大利 土抹咖啡 沙冰 一杯 四十六元 另外中间 那个就是 雪糕 啫喱冰 四十九元 饮品方面 也有很多的选择 好了 那我现在 就是要落单 落单 它会给你一个 二维码 你掃了二维码 之后 你就会看到 你的手机 便会出现了 它的餐单 那餐单 有些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餐单里面有很多 的选择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再看下去 好了 那我们就是 如果你想选择 应该怎样 当我们 就是想 点食品的时候 大家就看一看 有对的那一行 你就要用一只手 点一点它 那就可以 就是点到你 就是所喜欢的食品 那跟着下面 我们一路看下去 这些就是饮品了 那你可以就是 点你所喜欢的饮品 那冬饮记住 要加三元的 好 那好了 那现在呢 就是所有的食品 都齐了 那我们逐样逐样看了 那首先呢 这一个呢 伊文士 鸡肉杂菌焗意粉 那个卖箱似乎就一样 那跟着呢 这一个是什么呢 那这一个呢 就是 威尼斯迷尼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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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个样子 都是相当吸引 好 跟着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呢 这一个呢 就叫做 墨西哥海鲜餡饼 那大家会见到 这个墨西哥海鲜餡饼 旁边那些是炸薯条来的 那我们揭开来看看先啦 那我们来看看啦 那这个馅饼里面呢 有些什么呢 那 那有些是虾 那有些芝士 那 还有呢 就是有些是 八爪鱼啊 海鲜等等的 还有些蘑菇 那样子都是挺漂亮的 那我现在呢 又要试一试 看一下味道如何啦 那我第一样要试 这个墨西哥海鲜餡 看一下好不好吃 那当然要点一下 这些这样的酱 这个呢 就是蜜糖芥末酱 那其实呢 就是没什么解末味的 那我试一试先看 很软盡 那我试一试 那我试一试 那已经浮在这一个 那我乕一试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好像是练奶 感觉上就是了 是练奶 和pizza差不多 味道也差不多 大家会看到上面有点芝士 很脆 很香脆 接着呢 我就要试一试 这个买上妈妈的意粉 看看好不好吃 上面那些应该是鸡肉来的 这些是鸡肉来的 这些就是薯仔 应该是薯仔 我们试一试 这些是鸡肉 这个不是鸡肉 这个是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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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薯仔 那要是说不好吃呢? 我觉得味道就是一般 那可能我不喜欢吃意粉 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现在最后就是上饮品了 我就爱了一杯咖啡热咖啡 但是奶和咖啡是分开的 因为我就不可以喝那些全脂奶 只可以加一点点 所以我就叫它分开上 现在香港政府放宽了所有防疫的限制 我们的生活一切回复正常之后 我下午有空的时候 都是会四围去享受下午茶 又或者去一下餐室 喝杯咖啡 享受一下人生 这些享受其实花费不算太多 但是可以令到生活有所调制 是一件相当上心乐视的一回事 这一餐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叫了三样东西 一共是三个人分享 但是你买单计数 都是只不过百几元 如果百几元 能够坐在一间 那么舒适游闲的地方 而且这里来说 我最喜欢就是它坐得很舒服 还有人不多的 可以在这里 享享咖啡 看一下书 又或者做一下你自己所想做的东西 调制一下紧张的生活 对我们那些 经常对着股票的 经常要炒股票的人来说 真的可以说是舒缓了身心 这种生活也是一种减压的方法 多谢各位 欢迎订阅